新的主題曲 IN TO THE UNNONE 怎麼... IN TO THE UNNONE 怎麼這麼抬 好抬喔 IN TO THE UNNONE 哈囉大家好我是嘎老師 今天又來到大家最喜歡的影片論壇時間啦 也是跟著我看影片學唱歌喔 然後我今天為什麼穿這麼多呢 因為我們來到了冷嗖嗖的12月 而且這是12月的第一支影片 所以我們就來個聖誕節的風格這樣子 然後我這個披肩是UniX的 歡迎UniX找我業配好不好 等你喔 那我們今天要來聽的歌呢 是累個很久很久的 冰雪奇緣1的主題曲 那為什麼要來做這首歌呢 是因為冰雪奇緣2上禮拜上映了 所以我們就來帶大家複習一下這首歌 那大家也別著急 第二部主題曲 IN TO THE UNNONE 我們過不久也會來影片論壇給大家 而且會是太嚴的版本喔 所以記得訂閱起來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來聽一下 四個版本的Let it go吧 Let's go 好的那麼第一個版本就先來看 最最最最最原唱的版本 也就是Edina Menzel唱的Let it go 然後這個是她在迪士尼60週年的 音樂會上面的演唱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那我們今天都只會選就是比較精華片段 因為如果四個版本聽完大概差不多就12點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只會聽一小段喔 好 好 OK 這一段呢 她的拍子其實非常非常難 因為她是連續的後半拍 就是她是跟妳的我剛打的拍子 全部跟我唱的全部都是錯開來的 她是連續的後半拍 那基本上剛剛Edina她其實這個地方 就唱的算還蠻好的 那只有第一句呢 有尾巴有一點點小小的小亂小亂這樣子 我們可以再聽一下第一句 有沒有這邊有一點亂掉了 好 然後呢 就是可能有人不知道 就是Edina Menzel 她其實本身是一個音樂劇演員 所以她的唱法 我自己覺得她也是蠻偏音樂劇的咬字的 比方說blast blast 這個字呢她會唱blast 她會唱的嘴巴會開得比較開一點點 左右會比較開 然後比方說後面 the past is in the past 比方說past 用這樣子嘴巴比較開的咬字呢 其實會讓你的聲音聽起來比較扁一點 而且在唱高音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樣的咬字 會讓你覺得高音比較難唱一點點 所以大家如果自己在唱的時候 可以試著就是嘴巴不要那麼開 in the past 就不要唱past 這樣其實會比較難唱 唱past這樣比較好唱 我們往下 Let it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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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ll rise like the break of dawn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 My perfect hell is gone RUN 基本上她後面這一段 Let it go 的時候呢 其實就也像我剛剛說 她在唱歌詞的時候 她的歌詞會偏比較 嘴巴是比較左右開的 尤其是在最後那個 Let the storm rage on 那個on 的地方 其實這樣子左右開的咬字 其實是會非常難唱高音 所以如果你們自己要唱這個字的時候呢 就是可以的話收一點嘴角 然後但是上下是開的沒有問題 會比較好唱 你也會覺得這個高音會唱得輕鬆一點點 然後像她前面那個 Let the storm rage on 的那個let 但她唱的會比較扁一點點 她會唱到蝴蝶音的let 但其實只要唱let就好了 不要let 這樣子 所以大家自己在唱的時候可以參考她的唱法 然後只是把咬字的嘴角上收一點點這樣子 然後她還是非常厲害的音樂劇也很厲害 那麼下一個要看的呢 就是我們的中文版 然後這個版本呢是林昕怡唱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她唱的主題 Yeah OK 好 先到這邊 我自己其實覺得林昕怡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歌手 我是有去看中文版的冰雪奇緣 我那時候覺得她其實唱得真的蠻好的 今天仔細聽的話就是 剛那一段主要就是我剛剛說的後半拍這部分 其實這個地方真的不好唱 因為就連續後半拍然後但你又不能好像 鼠拍一樣的在唱它 所以其實要把它唱好真的不容易 只是有點小小的我個人會覺得說 高音的部分還是有一點點不是那麼的放鬆的感覺 尤其是在進那個 的前面那個長音 我剛剛在等她要唱抖音 但是就一點點了 我就覺得 如果再抖對一點就好了 就是這個地方 就如果她可以再早一點抖的話 我會覺得這個長音會讓我覺得更舒服一點 大家知道林昕怡是超級星光大道出生的嗎 就是她是第三屆的亞軍非常厲害的歌手 那時候其實我蠻喜歡她的 除了徐佳穎以外我也很喜歡林昕怡 好我們往下繼續看喔 讓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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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霧雲後面就是曙光 讓她走 讓她走 只剩記憶回答 就大家知道原曲的Let It Go 在那個最高音 HERE IN 的那個地方 其實是非常非常難唱的一個字 因為它第一個它是 E 的母音 然後而且又 hear 它是 H 開頭的 然後中文的呢 它在那個字它是唱心這個字 其實心這個字也沒有比較好唱 因為心這個字一樣是 E 的母音 而且它一樣是噴氣子音的開頭 就是喜 所以那個字也很不好唱 可是剛剛林欣宜我覺得那個高音唱得非常好 就是很乾淨然後又很舒服的一個聲音 可以再聽一次給我 有沒有 非常乾淨 然後又讓人家覺得完全感覺不知道任何緊繃 然後就是非常好的一個聲音 好 那麼就到下一段了喔 好的 那麼接下來要看的這一段呢 是姚貝娜唱的 那它的歌詞呢也是中國大陸那邊的版本的歌詞 所以跟剛剛林欣宜的版本又不太一樣 那我們就來一起聽聽看吧 那小小的跟大家介紹一下姚貝娜這位歌手 她是中國大陸一位非常非常厲害的女歌手 那她之前有參加中國好聲音 然後她是納英的那一隊 那我個人覺得她的聲音真的非常非常好聽 所以我覺得就趁這個機會呢 跟大家一起來聽一下她的聲音吧 NO 我覺得要暫停一下 因為我覺得太多東西 等一下就沒有辦法講了 我覺得她的聲音真的很好耶 而且她可聞可捕的感覺 比方說 水塔巴 她這邊就突然變得很輕 水塔巴 水塔巴 然後而且唱得很好 聲音都沒有鬆開來 但她後面需要比較多張力的時候 她聲音又變厚了 有沒有這邊輕的 然後接下來要換一個厚實的聲音 水塔巴 有沒有一個很厚實的聲音 水塔巴 然後不再牽掛了 在這個字呢 其實在唱中文裡面 其實也是一個非常不好唱的字 但她那個在就唱非常的漂亮啊 後面還有一個 這個最高 旋那一聲 她這個字也唱得很好 就是完全非常舒服的聲音 她的讓我留下的流失 其實是比剛剛那個玄來上的玄來還要再更高的 然後她唱的還是非常好 忍不住要停下來跟大家先解釋一下 不然等一下東西剩太多了 好我們繼續往下聽 水塔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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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手明天下定我也不怕 水塔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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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尤貝那這好厲害喔 水塔巴 這三個字呢 你看 他跟把 其實它是都是壓阿韻 就是阿這個字在唱歌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好唱的字 因為它很容易 你的聲音就會變得比較扁 水塔巴 就很容易變這樣 但它完全沒有 它剛又在水塔巴 然後拉長音就 然後就還做了一點點 就是轉音的東西 就想說 ok 我覺得很可惜 他過世了這樣子 不然我覺得他真的是 應該會繼續的越來越紅 因為他這個聲音就非常豪華 一位歌手 好 那我們就下一位囉 最後一個呢 是我自己私心想要推薦給大家的 就是它是一個 小女生唱的版本 然後 這小女生我覺得唱的聲音也真的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個人私心想要推薦這個版本給大家 這樣子 那這首歌的主唱呢 是一個叫做 Lexie Walker 的小女生 然後她因為唱了這首歌的版本之後 她就一炮而紅 所以 我們就來一起聽一下這個版本吧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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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太多了 大家都真的好好聽喔 好喜歡它的聲音喔 前面來來個 可是進來的時候 我覺得喔好好聽 然後剛剛又給我滾喉 你才幾歲了你給我滾喉 這麼好聽 還要不要人活啊 真是的 好我來再滾喉一下 好好聽喔 最後一個合聲 好對我個人私心推薦給大家啦 所以最後那個 它在Landstorm Rage On的Lad 它有點是跟原唱一樣 就是唱的是比較扁的咬字這樣 但它那個Rage On的On 就唱得非常非常好 我們再聽一次 而且還有抖音 好好聽喔 如果你還沒聽過這個版本的話 就是推薦大家去聽一下這個版本 非常好聽 我腳趾就翹起來了這樣子 那我覺得最後呢 來幫大家統整一下 假設說你想要練 最後面這一段比較高的部分 可以怎麼練 就是在幾個高音的部分 它的最高音都是大概在 D5 這個地方已經進入到 投身區了 但是你要在投身區 又唱那麼扎實的聲音的時候 基本上是需要練一下的 所以比方說 Here I am 如果你想要練這個字呢 就是不要直接用歌詞去練它 你可以用 我常常給大家的字 就是用Gi這個字 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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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接下來 如果你覺得Gi這個字唱得還不錯之後呢 你可以接著唱唱看 你這個字 你你你 然後接下來再試著唱回 Here這個字 Here I am 就是從這樣子 一步一步的練到這邊來 那後面呢 還有 這個地方呢 它是on這個字的話 它是比較啊的母音 然後我們剛才有說 在姚貝娜那個版本裡面 它是隨他吧 也有很多啊的母音 那如果是遇到啊的母音呢 可以用一個字就是用 那這個字 哈哈 每次要解釋這個字的時候 就覺得很好笑 那這個字呢 它是介於 那跟那中間字 它是 那 哈哈哈 要那不那 要那不那的字 就是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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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練 會比較容易一點點 然後比較找得到那個高音 可以舒服唱的感覺 OK 所以就給大家這兩個練習 大家可以去練練看 如果你前幾年有想要練這首歌 但是卻沒有練好的話 你可以再試試看這幾個練習 OK 好的 那今天影片論壇就到這邊 那最後還是要來工商一下 就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我們已經推出了年度課程的優惠了 那這個優惠呢 也只到這個月底 明年 就要漲價了 所以大家趕快來報名專屬於你的一對一新生課喔 那關於新生課 因為我們之前是要加入會員才可以報名新生課 但有非常多的粉絲 他們的國家是沒有辦法有加入頻道會員這個功能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開放 讓大家可以直接報名新生課 加入我們的Lite 小賴就會為你解答喔 好的 這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加分享 也不妙訂閱我的YouTube影片 可以通知小鈴鐺 我們也來14 晚上9點都發布新的影片 另外我現在每個都在2 晚上9點半還要直播唱歌喔 最後也別忘了按讚我們Facebook追蹤IG 加入我們Lite喔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卡拉老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1 20바 1 -2 1 -4 1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